首先我们进入创响三维官网 在服务支持一栏选择资料下载 在这里我们找到HardLot系列的光固化切片软件 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脑系统下载对应的版本 下载完毕之后解压安装就行 打开我们刚刚下载的软件 点击添加打印机 然后在这里选择我们对应的光固化机型 在管理打印机这里 我们可以设置打印机的参数 这里我们保持默认就行 设置完毕后我们导入模型 左边这一栏是对模型操作的一些选项 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移动 缩放和旋转的一些基本操作 模型调整完毕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模型进行抽壳 抽壳就是将实心的模型变成空心的模型 厚度代表抽壳后 模型地的厚度 这里我们是不建议低于3毫米的 抽壳完成之后 必须对模型进行打动 不然模型内部的数值就不会流出来 并且打印的过程中 封闭的模型内部也容易形成中空 导致模型拉不起来打印失败 打动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模型添加支撑 这里通常我们只需要设置 支撑间距和支撑直径 这两个参数就行 其他参数保持默认就可 添加支撑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切片了 点击左侧栏最后一个选项打印 这里的参数我们不用改 直接点击切片 切片完 将文件保存在U盘中 将U盘插入打印机 设置好打印机参数 大家可以参照我的打印机参数 设置好后 返回选择文件 双击选择我们刚刚切片好的模型文件 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这下大家学会了没有 如果还有不懂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